今晚深喉嚨 永多深 化多深 林文玉担任彰化西湖镇纳谷塔管理员好几年了 有一天在清理工作时 突然眼皮一直跳 心里也闷闷的 总感觉哪里不对劲 后来回到了办公室打开监视器画面 就看到一颗似有似无的小白球光影 在跳啊跳 厂商找出问题就这样过了一年 直到农历鬼月刚过又出现了 监视器画面同一个地点 再度看到小白球 这里就是西湖镇大呼塔的大门 平常大门都是打开的 不过大门那天确实关起来 另外你往上一看 那根监视器就是它拍摄到白色光点 另外它的监视器范围 当时拍摄大概就在这个范围内 白色光球就在这里上下的跳动 没有人知道这白色光球是怎么回事 光影直径大约50公分 外围呈现半透明状 林文玉直觉视有蹊跷 赶紧请老师来看 当这个范围老师 他就有我给他来看 他说这个就是有这种 冤情 要进去 没法进去 所以会显示在那里 公立纳谷塔面积不小 监视器也好几支 独独在门口的这一支 拍到小白球 加上地藏王菩萨 面对大门 老师的冤魂说法 立刻引起了关注 真的是白球起命吗 浦老师开语之后 更进一步说 总共有18个阴魂向阳间求助 他这是一个白球 一颗白球台湾话叫白 白白白色的 白 白就是我们 12345678同阴 一两三四五六七八 是同阴 就是白 白它只有一 就是一十八 问题是 又去哪里找这18具骨骸 恰巧在这个时候 纳布塔来的一名诚信男子 说阿嬷频频托梦 他的骨骸埋在公墓底下 先是发生了小白球光点事件 后来又有阿嬷托梦 这两件事如果有关 难道是阿嬷化成了光点深渊 又托梦给子孙吗 我就有去托梦他 说阿嬷的方位 应该是在这个地方 没错 叫他就是要想办法把它挖出来 我以为他很奇怪 这真的很多巧合 一连串巧合 逐渐在地方上传开来 公所还真要开挖道路 但是开挖的前一晚 又发生难以解释的巧合 阿嬷又托梦给子孙 说第一个挖出的骨骸就是他 当场有拔杯 他说你若是我的阿嬷 你就把他托三杯 拔三杯之后 他说好 若是我的阿嬷你为此等 他回到他家里去跟他祖先 然后家里的祖先也是一样 托三杯 陈家子孙当场王辉 所有人亲眼所见 当出现三个血灰 开始有人惊呼 事情还没完 公墓底下又陆续挖出了 十几个无主骨骸 他还挖出18个骨骸 和老师开挖前说的居然一样 真的是祖先显灵吗 不只张话发生 嘉义殡仪馆也曾经拍到不明小白球 小白球出现在公墓或殡仪馆 很难不让人联想到灵异事件 不过影像专家有不同解读 像我们一般在摄影机里面 这里都有很多的红外线 那这些的红外线 它是造一个光线 那如果这个时候 我们有飞行物在 镜头跟红外线前端飞行 那整个大环境是黑的 所以你就会看到中间特别的亮 用光学也同样是可以达到 像这样子的效果 是灵异还是巧合 众说奔云 最后当地人集资 将无主骨骸安置纳古塔 完成仙人的遗愿 白影也没有再出现 成为当地的传奇故事